那我相信是我媽留給我的 他說沒有錢拿去賣掉了 為了生活沒辦法 你看多可憐 買安保他說都是特價 特價埋起來 洞來忍痛苦 小龍毛你辛苦啦 哪有光鮮亮麗 你就看那麼多 去了兩年 三年就回來的 哪有光鮮亮麗 哪有光鮮亮麗 我跟你講 你要成功之後 人家才會探討你之前做的什麼 我每次到秋行前就會先跑步 朱樂森 這個人習慣問題 成功的人找機會啦 失敗的人找藉口 所以我找機會跑步 好不好 所以輸了才會有藉口 那我相信是我媽留給我的 他說沒有錢拿去賣掉了 為了生活沒辦法 但玉佩應該還在 玉佩不知道說到哪 應該在 還在美國的家 當然那個金鏈子 他說沒有錢已經賣掉了 你看多可憐 買安保他說都是特價 特價埋起來 洞來忍痛苦 所有的秋人都會這樣子 我們小聯盟他說都會把 漢堡買起來 動起來 好像一顆 一顆好像四十九剩吧 對啊 兩個一塊錢 所以買三十個 人都在冰箱裡面吃 小聯盟你辛苦啦 那有光鮮亮力 你就看那麼多 去了兩年 三年就回來了 那有光鮮亮力 我跟你講 你要成功之後 人家才會探討 你之前做了什麼 比賽的勝負只有兩種啊 跟人生一樣 對不對 你要嘛 贏得勝負 獲得掌聲 要嘛 你輸掉比賽 但不留遺憾 好不好 所以最好的話是可以做到 贏得掌聲 又不留遺憾 你會不管你人生 還是比賽的輸贏 你會從中間享受 這段過程 你看所以 看我們小聯盟打了七年八年 如果沒有保有熱情 我跟你講也撐不下去 所以很多人問我為什麼 可以撐那麼久 廢話 就不能回來 回來就要當兵啊 老闆 高中的時候 就是畢業就直接透露去美國嗎 那時候的輿論 你還打了老闆 輿論壓力 也不會有輿論壓力啊 那時候就是 被罵了也哪有輿論壓力 當你做了一件沒有人做過的事情 你去挑戰某件事情之後 一定會有一些 一些紛爭 但總是要有人第一個嘛 對不對 但第一個 不一定是最好的嘗試 但它一定是一個最好的開始 所以對我們來講就是 我們起碼走過這條路嘛 其實也幫後面的人 有更多的 更多的方向 我們也蠻感謝 陳金鋒學長 他去美國 才會知道說 其實在美國大聯盟 這條路是可行的 我相信他如果沒有 當初沒有做那個決定的話 我們不會有美國這條選擇 我們應該就直接去 所以也謝謝他 也希望未來有更多人 可以持續的去挑戰自我 不只是為了台灣啊 不只是 我覺得這當然是代表你自己啦 大家都支持運動員 就像我們現在在做一些 運動發展協會一樣 其實蠻多運動員的小時候 是真的蠻辛苦的 但希望我講的 你一定要成功 你才會被人家 看見你背後的努力嘛 所以希望他們可以成功 在人生這條路上 得到自己想要的 不管是成就啦 或者是你付出的所有東西 都希望他們可以 慢慢的回歸到我身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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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